谢谢大家 身材大小并没有什么分别 不同的是你是否拥有强大的内心 斯隆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贫穷牛村家庭 是父母的第十个孩子 斯隆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为了承担家里的生计 他每天四点半就要起床务农 然后步行三公里到学校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赶上篮球队七点半的成列 斯隆没读过什么篮球名校 母校伊万斯维尔大学 只是NCWA的二级联盟球队 但在斯隆的率领下 伊万斯维尔连续两年问顶NCWA二级联盟冠军 1965年 斯隆被巴尔迪摩子弹队在首轮第四顺位选中 但在新秀赛季 只有场均16.1分钟的上场时间 第二年联盟阔军 斯隆的家伤伊利诺伊州 成立了一支新的NBA球队 那就是芝加哥公牛 公牛在扩张选秀中挑中了斯隆 尽管天赋不算出众 但公牛看中斯隆的 就是他的强硬和玩命 从学生时代开始 斯隆就以顽强且疯狂的防守闻名 他身高不过1米96 体重不过83公斤 但在大学 他场均13.1个篮板 在公牛的第一个赛季 他也是球队的篮板王 而他防守时的侵略性 更令人魂风丧伴 斯隆在公牛效率第四年 他曾经在寂寞的一场比赛中 撞断了两根肋骨 当时正逢争夺 季后赛名额的关键时刻 于是下一场比赛 斯隆执意要上场比赛 结果全场打了41分钟 而他当时胸口疼到 连球衣都没办法自己穿上 对不起 但我认为他不是最高兴的 球队球员在世界上 但他从神给他最高兴 那是心理性的困难 他带了这场比赛 每个球员都要那些 在他旁边 斯隆为公牛效率了十年 期间他两度入选全明星 六次入选联盟最佳防守阵容 退役后 他的四号球衣 被高高地挂在了联合中心的上空 成为了公牛队时的第一件退役球衣 时至今日 芝加哥人还愿意称呼斯隆 The Original Bowl 把他视作是公牛的开队元训 斯隆的执教生涯也从公牛启程 但在第三个赛季 就因为战绩不佳被炒了鱿鱼 但他很快接到了 时任爵士队主教练 弗兰克雷登的电话 后者也成为了 斯隆教练生涯的伯乐 斯隆在雷登身边 做了三年的助理教练 此后雷登升任球队总裁 正是将主帅的狡辩交给了斯隆 事实上明 雷登的眼光不凡 斯隆执教的第一个赛季 球队就拿到了队时的第一次50胜 马龙和斯托克顿 也在斯隆的调教下 渐渐成长为联盟最令人恐惧的内外双人组 此后爵士一年一个脚印 从首轮到次轮再到分区决赛 终于在1997年 爵士在常规赛好取64胜独占西区凹头 季后赛先取快船再破胡人 之后在分区决赛与火箭凹战六场 最终斯托克顿的绝杀三分 将爵士第一次送进了总决赛 斯隆当球员是什么样 当教练也就是什么样 他是联盟里出了名的铁帅 是对你的绝对权威 一旦战术执行出了问题 无论你是菜鸟还是19年的老将 都逃不过斯隆的痛马 每场比赛 斯隆总是那个在场边最不安分的人 和裁判较劲 和对手较劲 就算对面是大重罗德曼 斯隆也敢和你对喷 但有趣的是 只要斯隆下了球场 他的画风就会来个180度大转变 俏皮语录层出不穷 场上盛气凌人 场下口吐莲花 是不是感觉这画风很熟悉 没错 我不会一起说过 斯隆就是他心中的执教楷模 只不过和自己的谜地相比 斯隆的教练生涯充满了悲情 斯隆为爵士效力了23年 22年球队战绩都在五成以上 队是第一次分区决赛与总决赛 也都是斯隆率队打进去的 可他一生都没有获得过年度最佳教练的肯定 他与黑白双煞相容以莫数十载 经历了十几年的失忆后 终于在二人组生涯最后巅峰两度打进总决赛 可惜造化弄人 芝加哥公牛成为爵士人难以愉悦的大山 斯隆也与爵士一起成为自己母队建立王朝的过程中最悲情的殉难者 而当公牛王朝土崩瓦解后 有他双杀也垂垂老虚 040-05赛季 爵士在斯隆的志愿下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胜率不超过50% 但他们也因此得到了宝贵的炭花钱 当时队内已经拥有了布泽尔与吉利联科两位潜力风险 唯独缺少一位可以继承斯多克顿一波的空位 2005年雪球大会 斯隆力排重力 放过了所有人都更抗好的克里斯·保罗 选中了来自伊利诺伊大学的德隆·威廉姆斯 却不曾抢 斯隆的这个决定 却为自己未来的唏嘘结局埋下了伏笔 二人在合作之初还算融洽 德隆在新秀赛季末端坐稳了球队身发 球队也在常规赛再度取得五成的胜率 二年级 德隆进步顺素 场均16.2分9.34助攻 在助攻榜上仅次于那时排名联盟第二 球队还在季后赛中杀进了分区决赛 年级22岁就作为球队主控杀入西决 德隆也开始被视作斯多克顿的真正几持人 但斯隆近点发现 德隆与斯多克顿在性格上有着本质的不同 斯多克顿就好似镜中加强版的自己 身材瘦小 但打球拼命 他为爵士打了19年从未学习训练 反观德隆 天赋异禀 体格强壮 是当时联盟中冲击力最强的后卫 但他伤心自由 不爱受管束 一心向往大城市的生活 渐渐地在联盟达出名堂的德隆开始视财奥物 与队内说一不二的老帅产生了嫌隙 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球队老板拉里米勒的去世 他曾是斯隆最有力的支持者和靠山 加上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 明星球员的影响力暴增 斯隆终于难以忍受他的队内的地位 2011年2月 在执教爵士的第2005场比赛结束之后 斯隆向管理层提交了辞呈 在新闻发布会上 一向心如铁石的斯隆老泪纵横 向这支他奉献了23年的球队申请告别 两个星期后 看似在这场将帅博弈中胜利的德龙也被送走 绝世 旧死与旧世代彻底挥别 退休后的斯隆渐渐远离篮球 回归田野木野 但他的生活依旧硬核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扛着炼香进山列路 有一次 受尽的野路笔直地向年过七旬的斯隆冲摆 结果斯隆气定神仙 一个剑步上前举枪便射 野路应声倒地 把枪放下后他还对同伴说 这可比防一次快攻容易多了 2014年 爵士为斯隆举办了致敬仪式 将写有这位老帅为球队创下的 1223个盛程的条幅 高高悬挂在爵士主场的上空 2016年 斯隆被确诊罹患帕金森综合症 与路易提痴呆症 斯隆的一生都未曾惧怕过任何对手 但这一回 他却束手无策 四年的时间 并魔接连带走了斯隆的活力 记忆 并最终带走了生命 但并魔带不走的 是他生前留下的传奇 和他铁骨正正的豪情 他的精神 必将长存于 他挚爱一生的运动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